今天蘇貞昌又發飆了 他又生氣了 氣得要死為什麼 因為他的臉丟光啦各位 真的是丟光啦 曾經如此驕傲的宣誓 我們一定要擋住非洲豬瘟疫苗 不讓病毒從中國大陸入侵台灣 曾經驕傲的開記者會受訪說 我們擋住了這個擋住了那個 飄一隻死豬來我們也擋住了 民進黨萬歲蘇貞昌是守護台灣的 人民健康第一把交椅 結果現在全都沒了 我幫你準備了一段影片 來看一下他從當初的意氣風發 上任之後第一件事情 擋住非洲豬瘟 當時的意氣風發 現在的惱羞成怒 真好笑 來 這一個破口怎麼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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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這一次沒有查獲嘛 所以他已經流出去了 有查獲到40億筆的回歸紀錄 這一家以前就有41筆 對你 到你走私一點 好 到你去到你去去 是你去到你去到你去到你去去 他們在我們去到你去到你去到你 去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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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是你去到那個 不要起山啦 不然你也跟走私 走私 走私略者協商好 你們自己想得出玩法 怎麼如今被外面查到走私 才玩過來自己講一堆言 你們此期可以解決嘛 你們想出辦法來 行政院長講國家行政院的態度 我們找要人給人要錢給錢 要X光機給X光機 結果發生破口 那你們知道原因嘛 知道因為很麻 因為要快速 因為他違規 無所謂 繳了滑管 照樣又來 你照樣給他病袋 你們沒有想出辦法 那你們還在跟我院長討論的辦法 我不跟你討論的辦法 辦法你拿出來嘛 那你們拿出辦法來嘛 防疫破功 大發飆 這個蘇貞昌 剛罵你都看過了 不要協商啦 不然去跟什麼協商啦 如何如何 幹嘛幹嘛幹嘛 罵一大堆 罵得亂七八糟 為什麼他那麼生氣 我剛剛有 來 過去蘇貞昌最驕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護國有功欸 我防非洲豬瘟 中國大陸來的 我防疫有功啊 來 我們來看 在2019年9月19 蘇貞昌說 這就是因為台灣嚴格把關 他上任第一天就到機場宣布 疫區來的旅客 手提行李百分百要檢驗 所以八個多月來 台灣守住了 在2020年的1月 他也說 近來我防堵非洲豬瘟友誠 自己講 自己講說 我近來主持正常發揮友誠 這句話不是很奇怪嗎 行政委長蘇貞昌主持院會時才是 這三年多來 各項農業施政有三大成果 包括照顧農民 健全 好 再來 2020年5月8號 總統大戰上任第一天 就到桃園機場 說蘇貞昌 檢視非洲豬瘟的防疫 他說 記得蘇貞昌曾經說過 保租護國絕不退讓 有沒有 保租護國絕不退讓 確實他一上任 就守住非洲豬瘟的防疫 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 抱歉 總是有破功的一天 而且我告訴各位 今天不是才剛剛查到 這樣子的豬肉已經進台灣 不知道多久了 至少從今年1月開始 很多都吃到肚子裡了 天啊 這張到底在發什麼東西啊 來 尤號哥 其實非洲豬瘟 各位不要忘了 蘇貞昌他上任最得意的 就是我們把豬可以拔針 因為當時口提議 台灣將近有20年沒有辦法出口豬肉 然後蘇貞昌拔針以後 不是出口到日本賣到日本去 好 這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 過去非洲豬瘟進來的時候 各位曉不曉得已經存在一段時間 那當然被蘇貞昌堵住了啊 這個是蘇貞昌自己講的 現在話說了回來 因為我的朋友在屏東有一個最大的洋桌場 那我問他這種事情怎麼發生 他跟我講了三大重點 他說他是不是用漁船走私 或者是其他船隻走私 他說那種走私一定是大量的 他說第二個是不是小批量的不斷的帶進來 就是說製成了成品或者是半成品把它弄進來 然後台灣進行加工 他說第三個就是說這一次他們進口 大概從今年的一月過年前就已經進來了 九個月查不到海關署 關務署居然查不到 然後是靠兩家共同檢舉以後 他才開始查 好 如果我們把時間倒退的話 今年一月 今年的一月剛剛好 剛剛好 我們可以看到 正好是疫情爆發的時候 好 當然疫情那個時候已經非常的緩和 那個時候飛機並不多耶 今年的飛機航班並不多 但是怎麼會讓他進到桃園中正機場 然後賣到雲林 賣到中立 賣到桃園 還有其他地方去 現在蘇貞昌 你再發脾氣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用 好 如果是中國 你就不准讓他進口 那現在來自於越南或者是其他國家咧 所以蘇貞昌腦袋裡面永遠都是意識形態 他沒有辦法針對問題去解決嘛 況且疫情爆發到現在 這些非洲豬瘟的成品或者是半成品 源源不斷地進入台灣 到了現在才被發現 那我想請問蘇貞昌 那你的要求咧 是不是你的部署把你當作放屁 還有一個就是陳其中 為什麼他要趕快出來 因為檢驗那個東西 檢驗那個東西就是農委會的事 各位有沒有去中正經濟長看 經常有人牽著一條狗 或者是兩條狗出來 然後只要你包包裡面有肉乾啊 那些等 狗一聞到的時候 它會鋪到你的身上 它就是要檢查這個 事實上今年航班很少 但是他們卻用航空包裹的方式 把它寄過來 寄過來 按照前年的標準 2019年的標準的話 它應該是嚴禁這些肉製品進口 但是這個地方怎麼會形成一個破洞 一旦非洲豬瘟進來 蘇院長你自豪的拔針作為 到了現在呢 耳後台灣又是20年 不能夠進口豬肉 不能夠出口豬肉 那這一點就可以看到 民進黨它還是意識形態 你要防的話 是你的周邊環境 而不是中國大陸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